當然現在就是農曆新年,我們都知道其實去到 理論上今年農曆新年就是2月中 如果計算以往正常時候,那些廠放假 你知道在中國其實農曆新年假不是在香港放4天 它是放3個星期,如果大家回大學做生意都知道的 而且放的時候就不是放年30萬的,就是你大概是農曆新年之前 最多一個星期,放到3個星期就自己計算 3個星期就起碼放到頭15天,正月頭15天,初15天 所以有可能甚至如果你說假期可以退的 甚至可能放到年18、19、20天 但是如果你說,我看看日曆才算 如果你說今年農曆新年 是2月13日的,我記得是2月10日的 就是說理論上其實2月初才開始放假 但是如果你說2024年都還沒到,現在開始放假 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就是,第一,因為最主要歐洲進行生產的訂單 其實要做已經做完 因為歐洲國旗最主要就是幾個大節 美國就是這個感恩節,就是11月尾 然後西方國家就是聖誕節,就是12月尾 所以他們整個生產去到其實最遲最遲 11月尾,10月頭已經是完了 接著就要運貨出,可能上海或者一些大的港口 然後就是一批一批期望在聖誕節前兩個禮拜或者一個月 其實要出貨的了 所以第一件事,實際上現在你說進行一個工廠裡面生產 現在不是旺貴,特別是一些工業生產 如果你說類似一些電子產品就沒有要限制了 電子產品本身你當iPhone,你當Android機先說 其實就是要看他們的港口公司 究竟在接著那一年,在哪個季度會出新的產品 好了,這些技術說完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 大家知道現在就是去風險化或者叫做脫鈎 所以其他新產生都開始搬去東南亞 搬去印度大陸,包括巴基斯坦,印度 或者甚至這個北加德納 北加德納什麼叫什麼,主持人可以跟我說一聲 不知道我上網炒了 北加德納應該是這個萬加拉 記得以前我們有個笑話叫做萬加拉 萬加拉,十元兜,十元兜 所以就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說這麼早已經開始要放假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的,上個禮拜也有報道的 那些回計私樓要逼同事放假 不放假你就自己炒自己油 因為實際上都已經沒有那麼多 第一,中國已經限制外國一些回計公司在中國做核數 因為怕你洩漏國家機密 第二,上面那麼多企業倒閉,破產 還需要做核數?做什麼核數?破核產那條數 你破了多少錢產 你到底做債務重組還是要清盤 你也要找回計公司做數 但是另一個問題,今天我不講這個了 我們先講回中國經濟 如果你問我,其實重點也是 會不會爆發社會不穩 坦白說會不會社會不穩呢? 其實如果我自己所知 其實明年一月到五月是一個高危期 明年一月到五月是一個高危期 因為實際上如果你說中國的經濟狀況 是比起外面報導的情況更加差 那不要理習近平到處去 覺得要學習近平這樣那樣 那些政治宣傳我就不會理他 但是重點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游望疫情爆發 或者甚至是動態清零圓結 然後去到現在大家算了 動態清零圓應該是不是去年年頭圓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2023年頭圓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我的年份都亂了 坦白說 我記得白紙革命是一年前 一年前就是2022年11月 然後動態清零是2023年頭圓 其實都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中國經濟沒有起息 大家還記得 因為你知道香港大時代人發生這麼多事 都要整理一下那些時序 如果你說一年都沒有起息 你說脫歐的形勢仍然持續的話 可能會爆發 其實可能是若干波的一些社會不穩的狀況 究竟是一個類似白紙革命的形式 還是一個其實已經散佈在中國不同省市地區的一些 一些群眾運動 一些我們叫做 英文叫做 popular movement 通常我們會做一些叫做 群體行動 我不會這麼快說 它是一個 一個叫做 一個動亂 或者各方面 這件事情不要這麼快的定律 反而有幾件事情可以注意的 以往我們會說 比如說地方的一些銀行已經破產 或者甚至很多人拿不到血管無歸 血管無歸 血管無歸 但是最終都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是現在你連公務員出糧 就要打一隻投資申 或者用電子貨幣 或者可能是出不了糧 但是都暫時沒事的 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一個解決跡象的 這些公務員 這些因為經濟狀況惡化 而是令到他們 甚至這麼說 中國的一些金融市民 他們會不會再放其他銀行呢 因為怕拿不回來 或者拿回來也很麻煩 其實一向都發生了 可能已經是幾年時間 但是都沒有出現一些 反抗中共的行動 但是這些能量不斷累積的話 會不會在明年年初一月到五月 這段時間會不會有一波的一些政治 一些社會動動不穩呢 這個可以留意 我只是不夠 就是說 第一要有人點火 你不點火怎麼爆炸呢 所以究竟是什麼事點火 究竟會不會是一場火災燒死人 然後透過這些事件 引發連串一些群體行動 或者一些運動出現呢 那會不會是白紙運動的延續 還是一個全新站新形式的運動 跟白紙運動沒有直接關係呢 這些是作為觀察未來 或者甚至是看回中共 跟著2024年面對變化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我想有些人可以留意 有些人可以想 就是如果面對這個不穩的狀況 繼續下去的話 那會不會是促使習近平 要透過發動對台海戰爭 去轉移國民視線 最尊目的他不是想著 真的透過武統成功統一台灣 他只不過就是說 去到已經是用無可用的一些方法 去到將國內人民的不滿路火 去轉移的時候 然後打台灣 或者是用一種 早幾年去到騷擾印度的一個方式 去到轉移視線 是一個可以選擇的選項來的 那他不一定真的打 但是他不斷更加明顯地騷擾台灣 或者甚至是可能佔領金門馬祖 都是一個其實共產黨可以想到 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轉移視線的方法 所以這裡究竟會怎樣呢 甚至會不會影響到 明年台灣大選呢 或者台灣大選之後 這個台灣局勢呢 已經是一個評論課題了 就算了 我們有些人的選項